你看 這個頭垂成這個樣子 這就像是你們每天 早上起來的時候的樣子 沒辦法升起 不是我說錯了 這應該是看到蘆花的樣子 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今晚 我是老頭Oldman 歡迎回來原始恐懼模組 那今天呢 沒有意外的話呢 就是開始去這個這一片 這一片先進傳說的大陸 開始好好地探險一番 那這附近到底會有什麼生物呢 沒關係 我們就一探究竟吧 那現在老頭身上所裝的這一把狙擊子彈呢 是這個 狙擊子彈跑進去了 是使用這一個 ORANGE的這個子彈 這個子彈的話我記得 之前我有問娜娜娜娜娜娜跟我講說這個子彈呢 是百分之百可以直接一擊暈眩敵人的 感覺非常的好用 所以說老頭是優先先使用了這個子彈 其他的子彈應該就是有分他的倍數成長啦 不是倍數成長 倍數的麻醉效果 那這個是最高級的 待會我們就來試試看齁 然後呢各位看到這個下面有這個感覺好像是胡椒粉罐子有沒有 這個全部都是補血用的 這邊有alpha的補血 然後這邊有頂尖的補血 頂尖的補血呢15秒補100% 30秒補100%是alpha的 那最好用的當然就是這個啦 5秒補100% 不用講了絕對是這個 這個沒有意外應該是叫傳說 傳說生命藥水 好不好我就這樣子給他翻譯好了 傳說生命藥水 喔這個超好用的 5秒補100% 這個應該自己也可以喝吧 好不好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齁 現在呢 立馬 立馬 直接衝 我們直接衝出去 看一下有什麼東西可以抓 就全部能抓就抓一抓 好不好 然後 傳送門那時候我記得我多做嘛 我們做三個 抓到就先傳回去 到時候再看啦 好不好 因為有一些 有一些恐龍他需要鞍 有一些的那個新恐龍 他還是需要鞍的 那我是覺得大概先抓個兩三隻 之後帶回去再一併的 一併的做鞍來玩看看啦 好不好 這樣子的話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的話抓一隻又要回去 抓一隻又要回去 其實實在是蠻困擾的 不過看到那邊已經有一隻 我們上一集 看見的那個 無齒翼龍 毒系的無齒翼龍 那一次很遺憾的沒有辦法抓到 直接把他咬死 這一次呢我們直接把他抓下來好了 而且你看他攻擊那兩隻的兩隻直接暈倒 還有這邊我剛剛看到一隻 毒系的 毒系的三角龍是不是 哎呀走開啊 連毒系的三角龍都出現了 我們來把這兩隻帶回家好了 怎麼是 周圍全部都是毒系啦 把這個弄死這個 這個實在是太礙眼了 我們來試試看是不是真的一槍 一槍雲啊 我們來試看是不是一槍雲 這應該是不會主動攻擊吧 來來來來來 果然是一槍雲 我覺得用這個槍的子彈來打這些三角龍 不是三角龍 這種等級低的 恐龍其實還蠻浪費的啦 好不好 我們應該就是稍微要留一點這些子彈 比這些子彈蠻昂貴的 然後我看一下這個應該是要為他吃這個 為什麼我們有這個剩一罐了 50秒 我這個子彈還可以讓他馬上肚子餓喔 唉唷 根本就不用餵他吃阿 讓他馬上肚子餓耶 那這個直接餵他吃 其中一樣他是吃嘛 唉唷唷 起來了起來了 他吃這個類似所有的所有的血 血 像是毒血 傳說血 傳說Blood 阿拔的血 他們都可以吃 基本上都是一次就馴服了 我們先把他帶回家好了 這之後再想辦法慢慢的把玩 好我們先把他傳回去 掰掰 有人這麼來啊 什麼聲音 所以說 我們不要用那麼好的子彈啦 我們大概用個 用個我們上次的Alpha子彈就好了好不好 我覺得Alpha子彈還蠻耐用的阿 Alpha子彈在哪裡阿 這個是頂尖 唉唷 我們的Alpha子彈不見了 是這個吧 我們改這個啦 比較不會那麼浪費 來來來來來 另外一隻勒 阿 唉唷 又一隻 唉唷沒有 他飛在地上了 原來我們這麼近 柯柯 暈倒了 這樣子的話這個我們給他吃 不是這個 誰阿不要撞我阿 30秒扣100%的那個 100%的飽食度 好我們隨便丟一個 這個丟給他 應該馬上就起來了 是不是 是不是 34等 這個數值應該都還蠻優的吧 數值還蠻優的說真的 我們現在沒有安啦 我們就先把他們帶回家 一樣 一併帶回去 待會再玩 好 不要跟來啊 喔 被傳走了 繼續繼續繼續 啊 怎麼今天 今天手批 都抓 都抓毒系的咧 我們看一下他有沒有別的 好 有那些比較強一點的 好像是霸王龍啊 會飛的啊 好像 欸 這是阿根廷是嗎 欸 真的是耶 可是這頂尖阿根廷 欸 我們要把他改 要不要抓這個啊 我們的飛行生物要換了啊 為什麼要換你知道嗎 因為這隻馬雖然移動速度快啦 但是缺點就是 他沒有辦法 他沒有辦法咬 咬掉那種就是 已殺死的生物 你看喔 比如說這劍齒虎嘛 欸 劍齒虎去哪裡 你看喔 把他咬死 然後我的左劍 沒有辦法把他吃掉 不能獲得肉塊阿 我覺得這是蠻困擾的 然後這他更廷過 他會不會主動攻擊阿 應該是不會吧 誰啊 哇 這個劍齒那麼屌喔 影分身之術喔 來 靠我的遠距離 慢慢 慢慢 慢慢開 他在咬 他在咬了 一槍倒 還蠻丟的嘛 喔 待會這個就是我們的座騎了 好不好 我就把他當成我們座騎好了 我覺得 他當座騎一直都 應該是說阿根廷一直以來 對我 呃 我都覺得阿根廷 一直以來都是很好用的 飛行蟲 他既不會太大隻 也不會說沒攻擊力 不然的話 風神異龍 其實以前老頭常用啦 後來覺得真的不好用原神異 原因就是怎麼講 呃 他會 因為他移動慢 然後攻擊力又低 呃 體型又太大隻 有些東西看不清楚 所以說我覺得阿根廷是最好的選擇啊 是您最好的朋友 呃 這是個應該直接吃個大腿肉吧 有沒有 一個就起來了 很好很好 這樣子我們可以先一起先回去了 這 這貨不能採果實 還有天理嗎 天理何在啊 啊 這個應該就不需要吃傳送門了啦 這 這應該我不會常用 好 我們直接找雷龍開刀 欸不要 找那邊的複傑龍好了 那不是複傑龍啊 那是什麼 鎂鎂龍啊 天啊 還走到沒體力耶 我的天啊 對 喔 立馬暈眩 果然真的都是拿來暈眩用的 這跟起源模組好像喔 真的有像到耶 有沒有暈倒了 嘿嘿嘿 抱歉 好了 我知道你 你是來幹嘛的 呃 剩下我自己用走就好了 欸不對阿 我跟他一起傳回去就好了阿 我們幹嘛那麼無聊阿 喔 那這樣子的話 無死翼龍大概也是同樣的意思阿 啊 無死翼龍也是同樣的意思阿 您說是不是 喔 他的承載量沒辦法那麼多 威~~ 我們剛剛打爆我們的那一隻勒 不是 打爆我們雷龍的那一隻阿更廷去哪裡了 走不見了 咬完就走是吧 可惡 這就是射後不理的概念嗎 你看 這個頭垂成這個樣子 這就像是你們每天 早上起來的時候的樣子 沒辦法升起 不是我說錯了 這應該是 看到蘆花的樣子 哇 還真微妙阿 有沒有很像 我都不好意思說很像了 好吧 我們雷龍去世了 果實就拿來留著吧 其實有那個果實好像也沒差耶 把他咬掉 我打算 我打算給這一隻吃傳送門阿 因為畢竟他也是會飛嘛 以備不時之需阿 以備不時之需 為了要記得這個叫什麼名字 這什麼意思阿 remember什麼 忘記記憶嗎 這什麼意思 喔 這個是取下我們的傳送門 這個不要理他 我先幫他取個名字好了 取名字在哪裡 選項改名 我們就直接打一個比較簡單一點啦 獨 無恥 翼龍 好無恥喔 可惡懶得選擇了啦 就這樣子好不好 好不管了 我們最後一個暗殺留給他的 來吧 我們準備要起航了 準備要起飛了 哇這個能力 喔 這個血量 啊 攻擊力提升了也不錯 來 給你吃一下補血的 啊他要慢慢回血 不錯 喔 ㄟ ㄟ ㄟ他好奇怪喔 他的左鍵攻擊為什麼是用爪子 不是用左的 他的攻擊方式好詭異喔 人家是用嘴巴咬 他是用爪子爪 ㄟ也太奇怪了吧 對啊這還蠻怪的 不過沒差啦 有傷害有傷害 好一樣可以把他帶走 啊 不過美中不足就是移動速度啦 我只能這麼說 唯一美中不足就是移動速度不夠佳 不夠OK啊 啊 餵你吃一下 ㄟ你已經吃過了嗎 等一下 你吃過了嗎 啊你已經吃過了 好的 既然吃過就好辦了 啊 我們稍微再去找一隻好了 我們再找一隻看看 下面有 阿法毒蝎子 不是喔 是喔 這是阿法毒蝎喔 要帶這一隻去吧 那邊有斯救獸ㄟ 阿法毒蝎子 ㄟ 屍生蝎尾獸 為什麼現在屍尾獸直接變野生的阿 他不是boss嗎 還是這個模組的關係 等一下你單純 我記得我沒有去裝多餘的東西阿 他直接就在野外出現啦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跟我們的這個有關係喔 我是這麼認為 點下攻擊力好了 可以直接抓嗎 阿其實後來 這個蝎尾 這個蝎尾獅阿 也是不錯的一個集成工具阿 好不好 不可否認阿 但是這傢伙 可惡在上面不能拿狙擊 這傢伙就這樣直接停在這個地方 哇 不要喔 不要來喔不要來喔 不要過來喔 還有還有還有 喔這邊還有長毛巷ㄟ齁 看我把你狙下來 我們要換一下子彈了 這種生物的話 一定要用好一點的阿 ORANGE在這裡 換一個ORANGE的子彈 哇哇來了 掰 好我們就帶這一隻回去好了 欸 欸要怎麼了 哇靠哈 欸 你就這樣停在樹上你不會不好意思阿 我把樹咬掉 你給我滾下來喔 給我下來喔 你還在上面毅力不咬阿 可該下來了吧 好 可以 這麼的固執是吧 為什麼 啊對齁 他是那個齁 啊這樣我要怎麼辦 他停在這個很鳥不生蛋的地方 我要怎麼上去呢 我要怎麼餵他呢 可惡 你根本不能餵阿 你有事嗎大哥 看來知道使用我們的飛行技能上去了 這應該算是一個 蠻嚴重的BUG阿 來 起來吧 等一下 屍生蠍尾獸他沒有講說他是屬於哪一個方面的 不過他是野生他應該是可以抓 難不成你是毒系的 來吃一下這個 不吃 好 飼料 補課 恩 果實 完了 我們應該沒有 馴服他的材料 這可能要另外喔 這東西可能要另外喔 這些血他都不克阿 這可能要另外的材料才有辦法抓 我看一下齁 生肉呢生肉是最一般平民的 不吃 等一下這傢伙到底是什麼阿 我記得以前 官方原版的是不能抓嘛 那個被改過能抓 你幹嘛吃西油花朵喔 我照把你殺掉了 抱歉 I'm sorry 去吧 有印到喔 殺掉他 看可以拿到什麼 原來他是屬於BOSS級的喔 我剛殺掉他拿到那個 這個 BOSS的 這什麼東西阿 使用之後 可以拿來馴服 馴服這個 原始 原始恐懼BOSS的材料 是這樣算的嗎 喔喔這麼酷喔 好吧 算了我們今天先回去好了 沒關係至少我們飛行的生物呢 已經抓了一隻 算是堪用型的 OK啦 來吧 好吧我們有三角龍還有五齒翼龍 不錯不錯 其實阿我是覺得啦 五齒翼龍如果帶去的話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好啦 因為他攻擊恐龍會暈眩嘛 這樣子可以替我們省不少子彈 說真的 但相對的 呃 還滿冒險的 如果暈不了有可能就被反殺 這也說不定 好不好 OK那麼今天影片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了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左下講一個訂閱 右下講一個喜歡的話 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有機會 我們的 恐懼 不是有我們的那什麼 原始的恐懼模組 再見啦 掰掰 喜歡的 子群